中台苏迪勒来袭 目前全台有多处路段进行预警性封闭 花莲地区部分 台九线苏花公路苏澳至崇德路段 大宇林至太鲁阁路段 及台十一线光峰公路光复至封闭路段 从今天下午六点开始实施道路封闭 再来是宜兰地区的西兰至思源崖口路段 平林至头城路段 及台东地区的复礼至东河路段 向阳至雾路路段 北部地区则是桃园的罗浮至七兰路段 秦河至复兴路段 及新北市的石定至平林路段 乌来路段 接着是嘉义地区的石桌至阿里山路段 处口至石桌路段 线道159甲县六角乡至帆路乡 线道169县梅山乡至阿里山乡 最后是南部地区的云林县斗六至梅山路段 及屏东县雾台古川大桥 呼吁民众台风警报期间 避免行驶这些路段 若要询问最新路况 可拨打公路总局用路人服务专线 0800 231035了解最新状况 记者杂绕在整理报道